大家都有一些建議 在現在的一些 變種病毒 那對於邊境 可能要更加的注意 那無論怎麼樣 我們現在就對COVID-19 確定的病例 密切接觸者 或是國外入境者 於居家隔離或居家 檢疫期滿前一天 均需進行公費的 PCR的檢驗 那這是 我們現在就已經要開始 我們也通令 各個單位開始來做這事情 在檢疫期滿 就是不管你是居家在 確定病例之密切接觸者 國外 還有從國外入境者 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滿前一天 均需進行 公費PCR的檢測